对变迁的速度越来越快 有的人在时代的洪流中开始了对自己的反思 想追寻古人的天人合一 就去钟南山做影视 隐居山林顾问世事 追寻内心的身影 钟南山在古代的时候就异常出名 拥有着众多的神话传说 像枪子牙 陶渊明 王维等历史名人 相传都曾有意思 现在正是有很多城市生活的人不远千里来到这里修行 在这类人情中 有的人是为了追寻内心的宁静 他们希望能够与自然融为一体 不被世俗所牵绊 不被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所迷惑 所以他们选择在此净化自己的内心 同时将自己的文艺常数等淋漓尽致的发挥出来 如将琵琶 古增以及武术等精力造化的更加的出神入化 不过有的人只是因为不想面对 不断加剧的社会竞争 所以才会选择逃避于此 还有的人是因为情感失忆 经济所迫等原因前来 不过这类人的行为也值得深思 并不值得推崇 在很多人看来 钟南山的面纱也显得神秘 主要是远离成效 让一些人觉得很有吸引力 不过社会的发展也是需要不断有人去推动 隐世的行为只能是让自己更加的平静 但是于社会并无多大艺术 隐居于此的很多人都抱着忠老于此的心念 除非国家召唤